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明芳 歡迎收看與眾不同 最近人民幣跌破7的水準 引起大家非常大的關注 事實上人民幣它是一個受到高度管制的貨幣 被誰管制呢 被中國人民銀行 被中國共產黨所管制 也就是說它的匯率是有高度的人為操控的 所以當它的匯率會持續貶值的時候 就會讓人家好奇說 中國政府是不是在維持這個匯率上是擋不住了 我想我們要去看人民幣走勢 或是它未來會不會持續再往下探 也就是所謂的貶值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看整體中國經濟的狀況 它是不是有很大的改變 影響貨幣價格的一個因素 其實跟我們一般商品的價格一樣 還是受到供給面的影響 跟需求面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事實上從美中貿易衝突以來 面對了美國的科技管制 又面對了這個2020年 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 再到後來整個COVID-19 全球蔓延的結果 中國歷經了封城然後復工再封城 接下來又遇到許多的限電 也就是說整體中國的經濟自身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越來越不好 那在美中貿易衝突以後 其實全球的供應鏈開始在重築 所以有很多的中國的廠商 包含回到我們台灣本身自己的土地來投資 跑到越南 跑到印度 跑到其他東南亞國家或南亞國家去設廠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很顯然的新的資金不會再繼續進去中國 出來的資金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人民幣的需求上面 外國人要進去中國裡面投資的需求下降了 所以也就是說我用美金 我用歐元要換成人民幣的需求下降 這個就會讓人民幣價值有下跌的力量 因為需求下滑了 第二個就是說剛剛提到的 整個限電整個封城的影響 使得中國國內的需求大幅度的下降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需求下降就業也減少 就業機會也減少 就使得大家的花費支出就會跟著下降 所以對人民幣的需求 又是另外一個往下拉的一個力量 那還有一個就是當你的消費往下 當你的限電封城持續不斷的發生的時候 就會使得自己國內本身廠商的投資優盈 也會跟著降低 所以人民幣的需求還是持續下跌 光國外投資的需求下滑 自己國內的投資的需求也下滑 然後自己國內的消費也下滑 就會讓人民幣持續不斷的往下落了 那還有一個更重要 就是說中國在最近這段時間 持續面臨到整個房地產開發艙 這個破產的問題 還有許多爛尾樓或 這個村鎮銀行 城鎮銀行擠兌問題 也使得中國人民銀行為了要維持 他們整體市場的流動性 持續的去注資 那注資的結果就是必須要透過降低利率 然後來維持整體市場上的流動性 所以當中國人民銀行持續的放更多的人民幣 到貨幣市場上的時候 人民幣的供給就增加了 那人民幣的供給增加 那人民幣的需求持續的下滑 各位觀眾朋友認為人民幣會貶值還是增值 一個商品的供給持續的增加 但是這個商品越來越沒有人要買了 他的商品的價格一定會下滑 所以人民幣也是一樣的道理 當人民幣的供給 透過中國人民銀行持續的增加 但是人民幣的需求 卻越來越低的時候 人民幣的貶值 我想這個絕對是大勢所趨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在持有人民幣 或購買人民幣的時候 也應該要更加注意 整體中國自己本身 所面對的一個經濟局勢 以及周遭的一個政經趨勢的變化 那這樣才不會讓你在這個投資上 遭受到這個重大一個損失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謝謝你的收看 再見